大家好,欢迎来到播题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趣 和可爱的主题 狗狗如何表达爱你 作为宠物主人 我们常常会问自己 我的狗狗是否真的爱我 今天我们将揭示狗狗们用 自己特殊的方式表达爱意的方法 首先让我们谈谈狗狗最直接 它明显的表达方式之一 尾巴的动作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 当你回家时狗狗会用 快速摇动尾巴的方式 欢迎你 这是狗狗表示它们对你 感到非常兴奋 和高兴的一种方式 而且尾巴的姿态和位置 也可以反映狗狗的情绪 举例来说 举起高高的尾巴 代表着兴奋和愉悦 而下垂的尾巴则可能 意味着狗狗感到不安或害怕 除了尾巴的动作 狗狗还有其他方式 来表达它们的爱 例如狗狗会用眼神与你交流 当它们注视着你的眼睛 这代表着 它们对你的关注和爱意 这种眼神交流 狗狗不仅可以建立 你和狗狗之间的情感联系 还可以增强你们之间的信任 另一种狗狗 表达爱意的方式 是身体接触 狗狗们 喜欢靠近主人 躺在你的腿上或身边 这是它们告诉你 它们想要陪伴 和亲近你的方式 它们也会用轻轻的 舔你的脸或手 这是狗狗 表达它们的关爱 和关心 此外 狗狗还会使用身体姿势 和举止 来表达它们的爱 它们可能会在你面前 躺下暴露自己的肚皮 这代表着 它们对你的信任 和安全感 狗狗也会与你一起玩耍 给你带来欢乐和乐趣 这是它们对你的 表达爱的方式 最后 我们不能忘记 狗狗对于主人的忠诚 是无与伦比的 它们愿意为你付出一切 保护你 和你的家人 无论你经历怎样的困难 狗狗都会在你身边 基于你无条件的支持和爱 总结一下 狗狗通过尾巴的动作 眼神交流 身体接触姿势 和举止 以及忠诚度等方式 表达它们对主人的爱意 作为狗狗的主人 我们应该要体察 并回应它们的爱 给予它们适当的关爱 和照顾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 希望你们喜欢 关于狗狗如何表达爱你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请给我们点个赞 留言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获得更多有趣的动物相关内容 我们下次见